希望下次能接下不同工作 继续为舞蹈船付出鼓励 谢谢 让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活动典礼 大家好我是何平凡富含何若宇 是何平凡的中海姐 今天能跟大家介绍关于UNCLE 到我们学校讲的职业访谈 第一位UNCLE是局外UNCLE 他讲的是室内设计师聚合工作 我发现室内设计师 并不像表现的那么光鲜亮丽 画画体力就有几百万物价 反而是需要不断地跟顾客去评估 去考量他们所要的需求 才能完成一件件美丽的作品 这样我们也可以像UNCLE一样 在记忆未来的职业导物上面 发光发热 没错 而且我还原 也很谢谢UNCLE在百合之中 初步来到我们学校进行演讲 他用他的成功经验和经历 让我们学校的同学更加了解 设计这个行业 那我们也更加感谢UNCLE 来到我们学校进行演讲 谢谢 那接下来请我们 接下来请观看我们的服务照片 让我们学校进行演唱 看我们的观看 也订阅我们的工学 我们学校的音乐 明镜需要cej小营 在S率 里面的影片 中文字幕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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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